别的奥特曼与怪兽相处是这样的 疑惑是这样的 而我们的高速奥特曼却与怪兽相处得极其融洽 甚至还帮怪兽接生 虽然是第一次给怪兽接生 但高师傅对这种事情似乎非常的熟练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在数小时前 精英队探测到宇宙中有一个不明飞行物 坠落到地球的讯息 于是众人驾驶战机准备前去一探究竟 来到现场后发现 居然有一只卡在地底的巨型怪兽 怪兽名叫萨兰加 别看到瓜子脸大眼睛长得一脸秀气的模样 但是它的体重却比普通的怪兽要重很多 见字清醒 精英队也十分着急 为了确保怪兽没有携带新冠 众人对怪兽展开了核酸检测 确认它没有被感染后 精英队决定用钢索将怪兽的双手绑住 再用蛮力 萨兰加就像脚底抹了油一样 根本刹不住车 挺着个大肚子就将高师傅给撞飞了 随后灵乃队员发现 怪兽的肚子里居然有个小宝宝 精英队中人一脸惊讶 不禁八卦起来孩子的父亲是谁 萨兰加见自己把救命恩人给撞了 连忙给高师傅官邀道歉 也就高师傅好脾气啊 这要是隔壁艾丝 估计怪兽这会儿都已经被分尸了吧 这时精英队赶了过来 将怪兽怀孕一事 告诉了高师傅 高师傅激动的当场就亮起了轰灯 心想我啥都没干呢 不会要我负责吧 最后高师傅发动满用光波 将怪兽催眠后就变回了人间体 为了让怪兽顺利生产 精英队中人绞尽脑汁想尽了办法 最后还特地请来了怪兽专家石川先生 经过石川先生的介绍 原来早在几百年前 萨兰加的同类就已经来过地球很多次了 而他们来地球的目的都是为了生孩子 那么问题来了 萨兰加为何不在自己的星球生孩子 反而要千里迢迢跑到地球来生呢 石川先生解释道 原来萨兰加在生产前 体内的温度会急速飙升 倘若温度无法降下来 萨兰加和他的孩子都会死 所以才不得已选择来到大海生孩子 就这样防卫队开始计划路线 将萨兰加安全送回大海里 与此同时 被催眠的萨兰加还在追梦中 萨兰加醒后 就开始漫无目的地到处走 仰看前方就是居民区 为了不让萨兰加对周围的楼房造成破坏 所以精英队发射烟火弹 对萨兰加造成干扰 这招果然奏效 萨兰加闻到刺鼻的烟火气味后 立马转身就跑了 愿意为计划会顺利进行 可萨兰加毕竟是个孕妇 长期不停行走 着实是累得够呛 没过一会儿就累得瘫坐在地上 身体也因此变得滚烫起来 吓得精英队立马发射了一发降雨弹过去 这才让萨兰加的身体得以缓解 不曾想 怪兽生孩子也如此遭罪 萨兰加再次朝着大汉前进 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了 可前方突然出现很多吃瓜群众挡住了去路 也不知道这群人吃了什么凶性豹子弹 不害怕也就算了 竟然还开始拍起了照 就连精英队都被他们团团围住 不管归界怎么劝说 群众们压根就不停劝 眼看萨兰加的身体已经烫得通空 步伐也变得愈发沉重 周围的草地都被他烫成灰烬 就连精英圣尼队发射的领阙弹 都起不到一丝左右 可恶的是 吃瓜群众就像着了魔一样 又开始放起了烟花 闻到烟花气味的萨兰加 直接转身朝着瓦斯工厂走去 如果发生爆炸 这下可就真的要完蛋了 好在危急关头 五脏变身高斯奥特曼及时出现 高师傅奔向阻止萨兰加的前进 不料刚喷到萨兰加 就被他那滚烫的身体 给烫得嗷嗷大酱 萨兰加的身体变得越来越红 好似下一秒就要爆炸了一半 幸好有高师傅的冷冻光线 这才把萨兰加降了稳 狂躁的萨兰加 立马又恢复了遗忘的温设 随后 高师傅发出泡泡光束 将萨兰加包裹 然后将其送回海里 好在最后有惊无险呢 轻易队众人看守为母子俩祈祷 片刻过后 海面泛起一阵光芒 萨兰加成功生下了小宝宝 母子平安 连精英队看到这一幕都感动哭了 最后 母子俩对高师傅和精英队表示感谢后 便幸福地飞向了自己的宇宙 不知道看完这期视频的你有没有被感动到呢